过期靴又要开始火了,过期靴加开插群一点不俗气,反而有别样没看多,那可爱温柔类型的女孩子,你会不会觉得有些逆烦呢? 换一种搭配换一种风格,让自己成为时尚的百变造型女王才是真的大卡,其实突然的变换造型,也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帅气的女生也是很有吸引人的魅力的,所以还是好好学学怎么搭配自己酷炫的一面吧。 Look 1,普轩裙色装一款色红色的丝绒连衣短裙,真的很适合在秋冬季节穿着,丝绒的质地非常的舒适柔软,也很薄暖,搭配一款同是灰色丝绒材质的包包非常的时尚前卫,一款灰色丝绒的长筒靴和包包的颜色相呼应,让整体的颜色不会太花哨,看着干净绿绿,樱花群那只都是女孩子们的最爱。 但是很多女孩子,都喜欢的是小清新的樱花风,大部分都是以暖色调打底的,这款黑色底的樱花长裙刚好,就是走向反的路线,神力的设计将胸部若隐若现,开叉的裙白也露出细长的腿部,真是性感女郎了,秋冬季的服装搭配,怎么能少了毛衣呢? 一款高宁短裙毛衣穿起来宽松淑女,一款带蓝色的小鞋矿包包,背在身上时尚又简令,深棕色的靴子的踏配非常修饰腿型,靴子的颜色与肌肤的颜色融为一体,让腿部看起来更加的修长。 Look on,帅气牛带裤这款衣次间的长袖衣非常的性感,衣次间的设计将停止的锁骨和修长的天鹅紧露了出来,显得非常有气质,而衣袖处的花边设计也非常的少女。 黑色高腰牛带裤的她配,也在视觉上修盛了腿型,让腿部看起来更加的修长迷人。 黑色的细带高跟鞋给黑色大皮包的搭配,也显得非常的休闲,有些女生都不敢尝试白色的裤子,因为白色的裤子非常的显腿粗,如果不是腿系的妹子是不敢尝试的。 黑色的高领外套搭配白色的裤子,形成经典的黑白搭配,是保守又不会失手的搭配方法。 黑色的长筒靴的她配,也与黑色的上衣相互印,不会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。 金边黑皮的包包,也很时髦,黑色的衣服总是招人喜爱的,毕竟又裤又耐脏。 蓝色的牛仔裤可是这些年一直以来的潮流,还是搭配着黑色的长筒靴,看来黑色的长筒靴还是挺白白的,再围上一条棕色格子围巾,看起来很保暖,就有种上海滩大佬的近视感。 黑色的大包包也非常的朴素实用,感觉能装很多东西呢,同时依字尖,为什么你那么秀,搭配一款帅气酷炫的皮衣,真的是很朋克风。 暗色系的头发和反光的黑色墨镜搭配真的A包了,一个女生感觉比男生都帅,而且妆容上并没有很突出的色彩。 有点暗红的口红和健康的小麦色皮肤非常的白,整体给人一种霸气女王风,这款淡粉色的毛衣,也是更显大家闺修的气质。 宽松的袖子刚好,能遮住手臂出道的问题,而蓝色的牛仔破洞裤也非常的潮流,像衣脚内扎,能拉长下半身的比例, 让腿部看起来更加的修长,而灰色似绒包的搭配,玫瑰金的裂条设计也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宝贵,走路都带风呢。 Look 3 小皮裙小皮裙可是性感的代表了,黑色的高腰开叉小皮裙,将性感的大腿露了出来,真的是赚足了回头力啊。 白色的达底蕾丝T恤,也与其群形成了经典的黑白带,灰色的宽松毛衣外套搭配,尚同是灰色的四绒高跟鞋,再拿一款黑色的大皮包,真的是出门旅行的一款帅气的搭配了。 这款白色的收圈高领毛衣,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整洁,而且很有心意,高领的设计能在视觉效果上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,让人看起来脸更加的小巧精致,长款的白色衣服搭配高腰的小皮裙,里边恰好能这挡住开叉露出的部位,能防止走光。 黑色的链条小包包,也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有名人风范,绒毛可是很可爱,对一种服装材质的运用了,毛绒绒的路肩上衣,非常的想让人一把暴入环中,而和叶边的设计也能掩盖住胸小的特点,让人产生胸部丰满的错觉,皮脂也稍微带有一点包吞的风格,完美的勾勒出下半身的身材,纤细的腰风,前凸后侧的身材, 搭配黑金色的包包,真的是非常吸引人了,皮草的搭配也是很厉害了,长款的皮草又酷,又能保暖,而且这种深棕色的大衣让人更加的霸气,里边黑色的搭笔衣和黑色的搭配,让人看起来更加的神秘。 但棕色短靴看起来和身上的皮草颜色非常的接近,让整体看起来更像是高贵的贵妇,走在大街上也能光芒四色一番,怎么样?帅气风的搭配你学会了吗? 你觉得你能hold住这个风格吗?能的话就赶紧来试试吧,相信你也能帅炸天的。